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最快今天在立法會會議恢復異讀 泛民議員多次要求點算人數 會議進度緩慢 反對草案的團體 今晚會到立法會集會 立法會大樓保安明顯加強 莫子營報導 立法會早上11點復會 已經因為未夠法定人數要響鐘 響鐘請議員發言 會議遲了8分鐘才開始 由於上星期留會 有三條口頭質詢未處理 農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健提出 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23條 令到今次大會處理的質詢 可以超過22項 梁黃議員 我覺得這裡夠不夠人數請問 兩鐘 建制派不滿泛民拉布 有時救火救不及 OK 你們放火放得快 其實真的很悲哀 我只希望假如現在看著電視的 朋友市民知道 就是有時不是 納會不是 我們願意見到的 而只不過放火放得太快 不在席的議員 梁君彥的議案 在民建聯 自由黨和經民聯的反對之下 未能通過分組點票 第一項質詢 會議維持六條口頭質詢 但去到下午兩點多才開始質詢環節 較正常的會議已經慢了三個小時 而立法會大樓外的保安明顯加強 大樓外擺放了兩重鐵馬 機動部隊的警員 在大樓各國出入口外後命 多架警車停泊在立法會大樓外 反對版權修訂條例寵案的團體 剛才會到立法會集會 NOWTV記者莫子營報導